評審拿著比一堆的桌上十多組的填板 依照創意、造型和環保素材來評分 這些都是台中東師各禮 在全國客家日這天端出的創意兼填板 要來繳足這次的冠軍寶座 裡面還有鹹鹹 燈燈還有肉 還有鹹菜 因為我們的鹹菜 一般我們的客車 駱師 裡面也有菜頭籠、菜脯 裡面還有土豆 我們不是有種土豆 也可以用土豆腐炒 小孩都喜歡吃 吃起來 鹹鹹鹹鹹 裡面也有用 我們評分的標準 我們是以填板為主 你的填板弄進去裡面 你一定要經過火去煎 這樣才有得到今天天章日的意義 所以我們就要看 如果說你的裝飾都很漂亮 你沒有達到我們的標準說 你沒有去煎啊 還是只有擺飾 這樣也沒有達到我們的標準 除了創意兼填板讓人驚豔外 主辦單位這天也舉辦了客家歌謠比賽 阿公阿嬤盛裝打扮 盡全力唱出客家歌謠的情感 讓台下民眾聽得入神 紛紛鼓掌表示肯定 年輕人比較還沒有 還沒有像那個老郎會唱客家 現在開始會了 小朋友會了 客家化還有客家的文化也是慢慢的在消失之中 所以我們政府的定這天為全國客家日 就是一方面表彰客家人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貢獻 一方面也希望把我們客家文化裡面重新再復蘇 11號全國客家日在東市客家文化園區舉辦的天川客家日活動 一方面凝聚客家人的情感 一方面也展現客家文化的精粹 記得在理教台中採訪到